我是江竹浪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艺术学教师 也是一个戏迷 有人自幼喜欢戏曲 有人因华丽的服装 亮晶晶的首饰而喜欢上戏曲 我却不同 小时候我很不喜欢戏 直到12岁 无意间看了一场金剧大金砖 从此就爱上了中国戏曲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 看过很多其他种类的剧场演出 看得越多 越体会到中国戏曲的独特 西方强调艺术类型的分离 而我们的戏曲 却因兼收并序 融会贯通而争与鼎盛 戏曲的美 骨子里与传统诗词 书画 古琴 园林 是一样的 都是想象的 线性的 诗意的 是真正的东方魅力 我相信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这种诗意的美 永远会征服中国人 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的爱情故事 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们很多人在课本上 就从各种各样的诗文当中学习到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真的有爱情吗 第一个 那是帝妃之间啊 皇帝三宫六院 他的爱情有可能那么专一吗 第二个 两个人还有巨大的年龄差异 但是从长恨歌开始 另一代的文人艺术家们 用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真有爱情 不但是爱情 而且是真挚的 生生死死的爱情 有很多蛛丝马迹 恐怕都会让我们觉得 他们两之间真的有爱情 主要是指唐明皇对梁贵妃 真的会有爱情 何以见得 恐怕很多人就首先就会想到 一记红尘妃子笑无人知事立之来 说实话 为宠妃千金一笑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不仅唐明皇做到 历史上很多的君王 包括婚君们也曾经这么做过 这恐怕在我看来 并不是真正的能够证明 他们俩爱情的证据 真正的证据是什么 在唐朝历史里面分明的记载了 杨贵妃有两次 误觅了唐明皇 唐明皇把他驱逐回家 更罕见的是 赶回娘家之后 没几天 皇帝后悔了 皇帝思念至极 要把他接回来 爱飞扬 长生 也得千千千千 也把妇人 探纳阳 孟大的 导演 孟 trailer 我 请 情 在你 你我的情愿 睡得你 两三日 见 有灵性 啊啊啊 老子流 白身也有 却忙得摔着 你眼睛的花 几度临风去 却盼 这千千美意 心均好 我真正愿 你心不散 全有意 这恐怕也是 我们很多人会认为 他们之间 真的有真挚爱情的 一个名震了 而一对帝妃之间 如果有这样的生活情绪 就说明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君臣关系 不是帝妃关系 而就是两个正常的 普通人的关系 很多戏曲故事 特别愿意 把杨贵妃塑造成一个普通人 一个身陷情网的普通人 以和为正 就是一件事 杨贵妃 会吃醋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 女人是不能吃醋的 如果女人吃醋了 嫉妒了 丈夫是可以用正当的理由 就以此为由 把妻子抛弃的 杨贵妃 无论从哪个条件上来说 她都是没有资格吃醋的 可是历史上告诉我们 梁贵妃两次被逐回家 被逐出宫 理由是什么呢 大概率的就是吃醋 剧作家洪生 曾经写过一本《长生殿》 那可是我们清朝时候 最著名的戏曲故事之一 专门就写了杨贵妃的吃醋 唐明皇可不止杨贵妃一个妃子 在《长生殿》里 在杨贵妃入宫之前 唐明皇有过一个宠妃 就是很著名的梅妃江彩萍 因为杨贵妃入宫 梅妃渐渐的失宠了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唐明皇又想起了梅妃 又找人把梅妃重新招了回来 两个人偷偷的优惠 这一下子 杨贵妃打翻了醋坛子 可是如果我们放回到 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的话 正常的皇帝 召兴了另外一位正常的妃子 有名有份 有理有据 这个时候的杨贵妃跑来吃醋 就是彻彻底底的屋里取囊了 但有意思的是啊 这一出戏 反而成了长生殿当中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折子 太子 非自 许那里花呐 BOY 正后你二人虎 青霜 总随有青霄 紫石刀 七零 请我满下边滚河 太阳 不 太阳 太阳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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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义正言辞地去指责杨贵妃 你无理取闹 他反而百般遮掩 仿佛自己真的做错了事一样 说明什么 说明唐明皇自己也认同着杨贵妃的爱情伦理 他也觉得自己三心而已 好像是有点不大对的 最起码底气不足 但是这出戏在此之前 也是有前人的成就的 在元朝曾经有过另外一出戏 叫做《梧桐雨》 为什么是梧桐呢 《长奋歌》里面曾经讲过 芙蓉如面柳如梅 对此如何不累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断肠时 也就是等到安史之乱结束之后 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李隆基 面对梧桐细语的时候 思念无限 怀念杨贵妃 我们来看一看梧桐 在中国的文化里 梧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植物 为什么 那么凤凰非梧桐不欺 那么如果把杨贵妃比作凤凰的话 梧桐是谁 梧桐其实是唐明皇 也就是说 在李扬爱情的这个梧桐语当中 真正的主导人物 不是杨贵妃 而是唐明皇 这部戏当中呢 还会有很多的当时迎合了普通人趣味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杨贵妃跟唐明皇之间的爱情并不专一 这个时候出轨的不再是唐明皇了 而成了杨贵妃 安禄山之所以后来造反有了安史之乱 就是大喊着我要夺回娘娘 她爱着杨贵妃 她为了要夺回杨贵妃而指定造反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红颜祸水 女色物国观念的延战 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是整个唐帝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感觉点 把这么一个历史的大事件简单归结为安禄山要夺回杨贵妃 我们当代人恐怕不能够接受 但在戏曲故事当中就会认为这就是杨贵妃的错 为了让这个错误埋藏得更加的合理 让杨贵妃在此之前就与安禄山油染 如此一看的话 这两人的爱情恐怕就配不上梧桐了 这么高洁 这么有君子的风范 所以整个故事中的正面主人公只有唐明皇一人 而此后唐明皇的思念就成了梧桐细腻的这么一个异象 杨贵妃与安禄山油染的故事恐怕更多的只见于文人笔记传说 更加满足一些当时的底层人民的一些带着一些低俗化的想象 而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有高洁成分的 杨贵妃故事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是杨贵妃在面对马维波的时候他的表现 在梧桐雨这部剧作当中 杨贵妃可是很怕死的 当乱兵们要求杀死杨贵妃的时候 逃到唐明皇的面前哭求他的保护 这就很像《长恒歌》里说的 君王掩面救不得 唐明皇想保住杨贵妃 但是他保不住杨贵妃 而杨贵妃在这个时候就像普通的小女人一样 他是希望自己能够逃脱这场灾难 他很害怕 他很软弱 在这个时候爱情并没有给他更多的力量 但是慢慢的杨贵妃的意象发生了变化 到了《长申殿》的时候 这是清朝的作品 《长申殿》里的杨贵妃就慢慢的变化了 《长申殿》剧本里面经常把杨贵妃比作一朵花 却很少把杨贵妃比作牡丹 更多的把它比作了海棠 海棠跟牡丹有何不同 我们都知道海棠也是很娇艳的 在春天尤其是经了雨之后 非常地柔嫩 如果把海棠跟牡丹放在一起比较的话 美都是美的 可是牡丹有一种堂堂正正的华贵之气 而海棠却多了很多的娇柔 当杨贵妃的形象从李白的牡丹 变成红身的海棠的时候 杨贵妃的形象变娇柔了 整个人原本嚣张拔护的力气变少了 而作为一个美女才女的柔弱的气质变强了 相应的悲剧性也变强了 这是杨贵妃整个印象的一次改变 如果我们问当代的悉尼朋友们 把一朵花来比杨贵妃会比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不假思索的就会说梨花呀 为什么梨花颂太著名了 梨花颂是2003年的大唐贵妃中的主题曲 就这一曲梨花颂基本上奠定了李扬的爱情 《一生只为一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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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贵妃呢 源于梅兰芳先生的太真外传 太真是杨贵妃的道号 他曾经出家作为太真道人 所以太真仙子太真道人 所以以太真外传为名 当杨贵妃被称为太真的时候 其实掩盖了李扬爱情中的 另外一个政洁 就是杨贵妃的出身 历史上都知道 杨贵妃曾经是寿王妃 但是一旦把杨贵妃 忽略她寿王妃这一段 只谈太真道人与李龙基的爱情 两人的爱情又变得更加的纯洁了 像一朵梨花一样的纯洁 在整个大唐贵妃当中 我们会看到杨贵妃美吗 是的 她是美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 从心理学上说 一个人哪怕再美 时间长了 那是会审美疲劳的 如何才能真正地抓住一个人 成为她的灵魂伴侣 两个人必须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有共同语言 所以在大量的情况下 整个全剧铺盘的是什么 是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比如大唐贵妃的第三者 《黎原之音》 如果杨贵妃空有美貌 恐怕很难让李龙基对她的爱 能够更持久 但是当两个人是艺术创作的伙伴 两个人有共同语言的时候 他们真的成了灵魂上的伴侣 这时候他们的爱情 不仅是纯洁的 更加是真挚的 是深沉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爱情基础 所以当马维波的兵变到来的时候 杨贵妃的表现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在大唐贵妃里 杨贵妃主动的站了出来 她的形象不仅是一朵梨花 她还成了一颗梧桐 她有着梨花的纯洁与坚针 还有着梧桐的高洁 那么李龙基呢 杨贵妃可能很容易 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 但是李龙基能不能把自己 当成一个普通的男人 李龙基能不能忘记 自己的君王身份呢 在长生殿里 李龙基是忘不掉的 所以他才会去找梅妃 他才会有很多其他的行为 但在大唐贵妃里 我们会发现 李龙基也渐渐地还原成了一个人 尤其是在最后一辙 李龙基已经成为了太上皇 几年过去了 他在懊悔当初 有一大段唱 李龙基在问自己 为什么自己当年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甚至于有很多的自怜自爱 自卑自叹 自感自伤自责 为什么江山跟美人必有一伤 这其实也是很多 地妃之间 地后之间爱情的最大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如果要问江山美人得舍弃谁保全谁 所有的文人二话不说 当然是江山了 在这个观念底下 甚至于很多人就会认为 帝王如果有了普通人的情感是不对的 一旦有了普通人的情感 帝王就会变软弱 他恐怕就会妨碍自己的社会责任 他就会变得不再英明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会认为 你看本来李龙基在有杨玉环之前 是多么好的一个帝王 开源天保盛世 是由他一手构建的 可一旦他独宠杨贵妃之后 整个大唐乱象丛生 直到形成了安史之乱 这就很多人会认为 情感是社会选择的一大障碍 但是在大唐贵妃里 李龙基扪心自问 真的两个必有一伤吗 我想我们当代人再来看大唐贵妃 都愿意相信不 并不一定是两伤的 我们可以两全 分散 地独宠杨贵妃 啊 是何德国 山台山平台成熟 我爱你 当日今当 如今千万岁 不问 不问 问些什么 除幻有何许 风光 多叶三 引领了开软 知了知 不远曾 明昔伴奏 明昔伴奏 古王 为什么 朝廷离软 九孤四十里 为什么我 江山 美人 我们的最后一生 都就一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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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稍微了点一些精致的人 有听说过《贵妃醉酒》这一出戏 这出戏呢也是在表演上成为的一个经典之作啊 充分的体现到了中国戏曲的美 要知道 《贵妃醉酒》的醉 可是有很多丑态的 但是中国的戏曲化丑为美 我们生活当初那些亮腔的脚步 变得了非常优美的舞台台步 由此整个《贵妃醉酒》就成为了 我们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贵妃醉酒》 《贵妃醉酒》 或计划 《贵妃醉酒》 不够限制了 最后准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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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就是李隆基去找了梅娘娘 杨贵妃一个人被放了鸽子 一旦我们大唐贵妃里让杨玉环和李隆基的感情 这个纯洁而真挚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那么杨贵妃为什么还要醉酒 你都是人身赢家了 你为什么还要醉酒呢 这首戏改的非常好 它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上呢 杨贵妃被逐回梁府 回顾自己当年在宫中的繁华 仿佛一段梦中的唱枪 来了这么一段贵妃醉酒 从宫中的贵妃醉酒 变成了杨府的贵妃醉酒 这一段其实安排的非常的巧妙 可以说是古为金用 把一个传统的一个著名的经典折子 放在一个新编的故事当中 却融合的非常的巧妙 在《大唐贵妃》当中 虽然杨贵妃在马维破上表现的非常的勇敢 可毕竟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不大喜欢悲剧式的结局 所以自古以来 我们都会给她一个幸福的尾巴 从长恨歌开始总是告诉我们 杨贵妃没有死 她上天成了仙 她成了仙子 当然她只是不同地方的仙子而已 从蓬莱仙子到梨花仙子 总之杨贵妃跟唐明皇 最后都有一段仙缘 都能在仙梦当中两人重新团圆 虽然如此 恐怕还是有很多人心有不甘 我们都知道 仙缘之说虚无缥缈 人们还是愿意相信 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继续幸福在一起 就会更好了 在我们依依带水的日本 他们却坚信杨贵妃没有死 杨贵妃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马维波 她被当时的潜唐使秘密的带到了日本 在此之前呢 有过一出金句贵妃东渡 就是在讲当年的杨贵妃被阿贝猪马吕带到了日本 被日本的女王送若上兵 有了一段新的故事 这个结局恐怕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愿意去相信的结局 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善良的 我们希望美与美与坚信杨贵妃多才多艺的杨贵妃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疑问 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真的有爱情吗 只要有王昭君 他的手上必然得抱个琵琶 但这个形象汉书 后汉书都没有记载 在很多时候选择放弃生命更容易 而艰难地活下去 在困境当中始至如一 不忘初心 这才是最难的